一下飛機頭戴紳色帽子 戴墨鏡口罩 走在最前面是台南88強主謀 紅箍紅振軍 頭抬高30度態度輕挑 後面的是槍手孔祥志 雙眼平視 但手卻比出一次Rock手勢 兩人上手靠腳樓 被刑事局除暴特勤隊 押解一送 幕後的光電利益是什麼 為什麼要開家 台南88強槍擊案 發生在水甲11月10號 槍手孔祥志持衝鋒槍掃射 先到民進黨前中指委郭再清 光電廠開518槍 再到前議員服務處開30槍 總共88槍 祖先槍手逃到不見人意 他們是警局面子丟光光 經過三個半月 跟大陸公安合作 總算抓到人 他們是漁船偷渡到大陸泉州 兩人怎麼會輕易逃到大陸 槍手孔祥志開88槍後 立刻逃到中部躲藏10多天 直到11月底從中部海岸 大漁船偷渡到福建泉州 祖謀昂姑則是1月中才從高屏地區 大漁船偷渡到大陸福建 兩人曾經會合 直到2月23號 大陸公安通報台灣警方 兩人入網轉移廈門 25號下午2點38分 押解返台 總共逃亡108天 來 釐清這個案件 躲在幕後的這些懸犯 到底有牽扯多少官商勾結 或者是黑吃黑 整個光電的內幕 應該盡快的釐清 主謀槍手傍晚送到台南警局 預計26號訓問後 再由警察官赴訓 而88槍案爆發後 台南蒙上一層黑金陰影 警察局長方仰玲 拔官 調職 是否洗霜污名得看檢調 辦案公立 記者劉志然 賴關商王書宏 桃園談談報導